民主黨旺角太子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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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到時事一丁 為大家介紹洗衣街、水務處、食環處 以及政府用地的重新規劃 我是民主黨旺角社區主任 袁海文 這位是太子社區主任劉俊業 讓他介紹一下 我是民主黨太子區的社區主任 我們今天來這裡 建議政府重新規劃洗衣街的政府用地 我們的範圍 首先等袁海文說一說情況 顧名思義 首先說洗衣街政府用地究竟在哪裏 如果大家看這幅圖 可以大約簡介一下 大家看到這個 就是旺角的東站 就是在新世紀廣場附近 大家走下來 就看到水務處食環處沿著橋 大家看地圖未必看到 我們有一個實景圖給大家 就是知道是哪個地方 就是這個 我想如果大家看到這個 就大約知道在哪裏 因為為了我再詳細說地點 我就再用這個 其實現在紅色這個框框 就是現時政府 旺角政府合處和東鐵的地方 我們建議規劃的地方 就是綠色的框框 除了水務處食環處 其實還包括現在有個 臨節的停車場在那裏附近 就是連環聯運街 就一次過去發展 大家很好奇 為何我們要重新規劃 重新去發展呢 其實現在旺角區 有兩大的主要問題 如果大家可以去旺角 都知道有兩大問題很嚴重 第一個是甚麼呢 就是一個環境的污染 空氣的污染 因為始終旺角是一個 好人多劑壁的地方 是一個全世界全球 人口最密度最厲害的地方 在尼敦道 阿嘉奧街等等 每一分鐘都是 數以百部千部的汽車去經過 排放的二氧化碳等等 都是非常之嚴重 所以就形成到很多這些 空氣污染的問題 還有第二個大問題 就是這個交通劑室 這個交通劑室 如果大家有留意旺角的話 其實都看到有一個 譬如在花園街等等的地方 都很多紅車或的士停泊 他們停泊在這裏 其實就變成車樓比較瘦了 令到很多街坊吸入 其實兩個問題是關鍵的 就是一來有太多車 令到其他車是進不去 實際塞 二來他們這樣的做法 都是一個空氣的污染 這兩個大問題 其實正正用這塊 我們剛才說這塊 洗衣街政府的用地 其實是一個好好去舒緩 甚至是解決這兩大問題的 一個良方來的 我們的詳細 這個建議 我可以交給劉俊業 這樣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就著一些社區的 即我們在這裏很久的研究 我們有一個這樣的建議 是給政府去考慮的 我們裏面這一幅是我們的構想圖 它上面是很簡單的 它有幾個主要的重點 首先就是我們在這個平台上面 就會有一個很大型的陸化公園 它裏面會有一些籃球場 牆椅、樹木、噴水池、援跑徑 甚至一些長者健體設施 那些是給區裏面的街坊使用的 因為在目前旺角區和太子區裏面 人均佔的休息面積 其實是不足夠的 所以我們要在旺角區 有一個大型的區域公園 不是零零碎碎地讓居民使用 在這個平台下面 我們亦會有一個公共交通總會 這個公共交通總會 我們便會建議 將那些紅色的小巴、的士站 會搬進去 亦都是好像在運動場上 乃路神街、波蘭街 一些中港旅遊巴的車站 亦都會搬進去 這個建議是可以有效去改善 那個路面上面的交通制室 因為花園街、通菜街 即先達廣場附近 就會有很多的紅色小巴 幾十架 上百架就會失去 亦都在運動場上 每一天都會有過百的旅遊巴 在那裏開出 這些對居民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滋擾 接下來 有一些比較 另外我們亦都有些建議 譬如說我們是完善 你見到這裏和這裏 有一個天橋系統 我們會建議連接 雅九路街、旺角火車站 即現在的旺角東鐵路站 以及旺角度的天橋 同時間 這樣的行人天橋 可以舒緩路面的人車站 路的擠室 亦都是現在西爾街 路面比較窄 所以亦都會建議把整個建築物 建築群 退後 就會多一些空間 去做陸化 以及去做一個 一個臨陰的步道 市民去使用 接下來 我們就是一個 這個就是我們 會建議的一個 一個構想圖 構想圖 就是將來有一個公園 那些街坊在這裏 去放狗 去灑太極 去談心 亦都是我們 注意到現在其實 在西爾街那裏 有幾棵的古樹 他們其實都是很值得保留 那些古樹亦都可以 給使用者去盛量 好像現在這樣 就會看到 就是我們 看到將來 就會有一個很大型的公園 就會被居民使用 接下來 這個就是我們 在旁邊一個橫切面的圖 我們會簡單地說一說 地下下面是一個停車場 地面那一層就是一個公共交通總會 而在樓上就是一個大型的區域公園 以及行行天橋系統 另外上面我們也當然不會說 忽略有一個建築物 那個建築物就是一些商業設施 以及社區設施 被居民使用 這裏你看到兩個 這裏就是我們一個虎纜圖 就是在地下的公共交通總會 大約的圖面 這裏就是一個公園的設施 這個就是如果將來 政府真的接納我們的建議 去發展這個地方的時候 將來我們都會繼續去爭取 推動成為這樣的設施 那有些關於延伸發展 那首先我再強調一次 那其實這次這個計劃 是很有效地去舒緩 旺角現在的兩大問題 即是交通 是有制塞和風氣污染的 那它這兩樣是純齒相依 是互相聯繫著的 那其實大家看到現在這一塊地 其實大約等於新世紀廣場 那麽上一大 甚至是大多些少的 那其實已經足以可以好好去做到 那但是我們現在想 點出的一個大問題就是 現在政府其實在之前的特首 都已經講到明 要重新發展 但是奈何呢 這個食環署 就還未找到場地去搬 現在呢 水務署就是已經 在新界西那邊 就有一個活化工廈的計劃 那麽他們其實 都會租那邊的工廈 去做一個辦公室寫字樓 那所以他們已經找了地方去搬 那麽但是食環署 就一直都是未找到 那麽我們問了很多次 跟他們開過會 那麽他們都一直說 哎 正在找到 那麽所以呢 食環署這個 是令到整個計劃 一直是 未能夠是 預期去實施的 那麽所以很多街坊都問我 究竟啊 袁凱文何時做到啊 阿遠何時做到啊 我說 一定要等食環署 如果食環署 不快些搬呢 我們15年 16年 17年 甚至2020年 都不可能有一個新的公園 和一個新的交通總會設施 那麽但是其實這個地方呢 現在這麽細呢 其實這個效益已經這麽大 那麽呢 其實還可以有很多延伸的發展 大家如果合眼想一想 其實往個東站出來 就有個巴士站的 那麽巴士站呢 其實和這個洗衣街 水務署和食環署用地 其實是非常接近的 就是旁邊的 那麽呢 如果將那個巴士站那塊地 以致是可能往個政府合處 就是往個東站旁邊那塊地 一起合併去想一下 怎麽樣規劃呢 其實那個效益呢 是甚至更加大的 為什麽這樣說呢 簡單些 一個你把紅色那些小巴 或者的士 甚至那些旅遊巴搬進去呢 加上那些巴士線呢 如果都在裏面 就是經過一個重新的組織呢 那是令到在旁邊的 幾條主要幹道道路 例如太子道西 雅街路街 甚至是這個尼敦道呢 整個交通流量 是可以重新一個整合 政府就不用這樣整合 那麽拋頭拋得那麼狠呢 就是怎樣在尼敦道 就不斷減少車 其實就是一個重新一個改革 我們叫做一個改革 其實就已經可以做到 很有效做到這個效果 另外我們其實還會有其他延伸計劃的建議 就是可以譬如隔離的這個潮州工學 甚至是伊利莎白學校 這個就在食環署水務署這塊地的隔離 那如果將它們合併發展呢 那就是兩個新世紀廣場 甚至十三個新世紀廣場 那麽大的地方 那更加是一個 一個我們叫做 就是更加有效益 是去發展整個旺角重新規劃 那麽除了利用這個土地 其實我們可以另外一種方法 去舒緩交通流量 就是一個地下通道 那麽我們都跟規劃處大約講過 那麽如果有去過日本 或者怎樣呢 那麽他們其實呢 就很厲害的 就是怎樣舒緩地面的交通呢 他們就在地下就好像畫一條隧道那樣 那麽就是讓那些車 如果不是說在需要中間停留的話 就直接是通過地下道 那麽呢 穿過最繁忙的地方 那麽上回去 那麽就令到整個交通也是更加舒緩 那麽所以其實這個 那麽加這些延伸發展呢 其實呢 我們都很希望呢 規劃處是可以一拼這樣去考慮 那麽都是那一句 現在呢 食環處令到整個的規劃進度 是完全是拖慢的 那麽基本上我們剛才的建議呢 其實呢 規劃處大多了 大多 我們都不敢說全部 大多都會贊成我們的意見 接受我們的意見 那麽我們現在呢 其實就是一條心 就是希望食環處 快些落實 是搬遷 那麽呢 就好使我們居民 我們旺角區住了幾十年的街坊 以至是我們的市民 甚至遊客呢 享受到一個更加好的旺角 一個是沒有污染 低污染 一個是交通是非常之流暢的旺角 那麽我們總結就是交給劉振業 那麽我們呢 如果給我呢 我總結就是一句 就是講我們這個建議計劃 就是我可以講這個是 在改善旺角區交通和空氣環境問題的一個二三十年裏面的 最黃金的機會 因為在這個旺角區裏面呢 我們再找不到一塊土地 是可以有這樣的去用途 是可以有這樣的改善 我們不可能呢 將統彩街旺角道 花園街波蘭街的樓 拆散去做這些設施 但現在我們見 我們是政府呢 他就沒有 當年規劃的時候 就沒有善用在旺區的土地 現在就應該要去做一個 善用那個珍貴土地的資源 那麼我們就要求政府呢 就盡快落實這個計劃 其實在早前呢 發展局 林鄭月娥呢 其實她都有講過就是說 這塊土地呢 是要重新發展的 因為在目前來講呢 這塊土地呢 是不能夠被善用 所以我就希望呢 發展局 或者其他政府部門呢 就落力一點 就不要等我們旺角區 這塊土地的街坊呢 面對著幾十年的問題 再面對多幾十年 因為其實政府意義不決 決而不幸 都不是今天的事 這個問題我們 由09年開始呢 一直爭取到今時今日 終於有些微目 就是水務署肯搬了 但是食環處呢 依舊是呢 問極都不回應 所以我們認為呢 是政府 他如果要做一個項目 是一定要有決心 還有好像說之前說 旺角度的天橋 他想去延伸去 唐美道天橋延伸去 阿九路街 是特首自己說的 但是他也是 由08年說了到現在 動都沒有動過 所以我們 我和袁凱文呢 會一直很努力去 繼續推動這個發展 總之有什麽意見 是關於旺角太子的規劃 或者是 這個關於水務署 政府用地的建議呢 那我們都很希望呢 各位觀眾呢 是可以給回意見 或者回應我們 那我們呢 大家詳情呢 可以上回我們的 blog 唐太太 那個網址就是 dphk.org slash mkpe blog.dphk.org slash mkpe 歡迎你們給回意見 很多謝你們 多謝大家